本肝饼皮带着我的烂脸急救法宝来了 这四个东西呢 就是你平时皮肤状态比较健康的时候 用它作为日常的补水也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你皮肤一旦出现泛红了敏感什么的时候 它呢就是能够作为你的救命神器 这次呢也是平价跟跪价都与入均粘哦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哈岚之谜的精脆水 这个呢我都不想推它 应该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它有多好用了吧 但是呢它这款是全新升级的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们好好说一说 我手上呢也刚好有这个旧版 你们看这个新版跟旧版的包装 看着就比旧版的更高级更加有质感 其次呢它的功效也是全面升级的 新加入的时候我们教传输网呢 都让成分更快地接触我们皮肤 加速我们皮肤的一个自我修复能力 这款水呢真就是我每次皮肤敏感中必用的一款水 摇一摇这里面全是小气泡 这可是满满的精华呀 只不过呢这款水好用是真的好用 贵也是真的贵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查林的面霜 就是我每一次用它的时候我都在想 为什么这么好用的产品它不给自己打打广告呢 它这个呢就不懂得跳肤质 还挺适合那种普罗大众的 它这个里面呢是还有高濃度的普洱精华 萃取成分和抗老成分的 也就是说呢它能在修复肌肤的同时 还帮你抗老 它这个质地呢就是那种很浓稠的奶霜质地 斯文效果呢也是很绝 这个味浪真的是老绿茶了 就是那种很高级清新的茶香味 非常的治愈 然后我每次用它的时候 我都感觉我可真是一个优雅女人呢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菲斯加的舒缓面膜 这个面膜真的是超级好用 我每次复完它脸上都是一个 非常水润的状态 这个呢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它的成分 它这个里面呢是还有多重的保湿成分的 而且呢是不含任何的 所以说呢敏感肌的姐妹们 也可以放心去使用 像脸上经常如意敏感泛红的姐妹 一定要去试试看这款面膜 真的会打开你们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压轴产品 就是这个 威莫娜的修护精华 就是你们光看这个空瓶 应该就知道我对它有多爱了 你们别看它小小一瓶 它的效果是真的很绝 直接让我的脸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皮肤平常受损 你们一定要去给我试试看这款精华 它这个质地呢非常的清爽 有东西呢不算特别强 但是呢非常的好推开 上脸呢也是很舒服的 在我皮肤敏感的时候呢 我要是没有它 我真的会很不安心 好了今天的敏感肌年度爱好物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会在评论区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会在评论区里面有什么东西呢